你只是放了个屁 硬是被一群女人吻了两个多小时 你丢掉的杯子 更是被笑话捡起来用了三年 只因这是个女多男神的狮子 这个世界男女比例更是达到了 比较的力比十万 女人想要嫁出去 不仅要出几百万的彩礼 还要有车有房 没有钱的女生只能独守空洞 外卖小鬼夜风 因为被三百斤 一个小鲜鱼赶了一顿 就穿越到这个世界了 昨日晚上 一男子外出购物 路过一十字路口时 被五名女子拖至小巷中 进行了激烈的运动 此男生经过两个半小时 抢救已经苏醒 施暴的五名女生已经落网 被怕了无期徒刑 在这里提醒广大男人 晚上外出要带好黄昂喷雾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我不是在送外卖吗 怎么穿越这个女多男少的世界了 今天好像是这句身体开学的日子吧 nice 我去是男人啊 是男人啊 学校来男人啊 这个男人太帅了吧 我好想跟他生猴子啊 你想的真美 前些日子女明星娶老公 可是陪价几百万 外加几十套房 那男生才勉强答应的 你没有几百万 你还想娶男人 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一欢姐 今年我们真的有男生入校吗 当然是真的 听说这小男人特别的帅 我一早就打听好了 否则我怎么会出来迎接新生 一欢姐 要是你把那个男生追到手 能不能让我也尝尝男生的滋味 一次就行 尝一次我这辈子也算是没白来一趟 看你的表现咯 学弟 学弟 我们来帮你提行李吧 学弟 走 学姐带你去报道 学弟 以后你就是我苏一欢的男人了 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你就告诉你老婆我就行了 苏一欢 你给我站住 放开那个男人 孙小月 你消息挺快的啊 叫住我跟我男朋友干嘛 苏一欢 你不要脸 看学第一天你就勾引男人 怎么 你有意见 你打扮得那么花枝招展的 不就是想勾引男人吗 你你你 啊 两位学姐 你们不要再打 不要再打 学弟 你没事吧 好啊 你个小浪 老娘男人的豆腐你也敢吃 看今天老娘不思烂你 住手 哼 新生报道期间 你们当众抢男人 还有没有点规矩了 男人是要我们大家保护的 不是给你们伤害的 这次来的男人好帅啊 作为辅导员 我一定要多给他补补课 好了 你们接待别的新生吧 我去安排叶峰的住宿 混蛋 这老女人竟然抢我男人 那个 梁老师 您能不能先把我手放开 我跟着您就行了 叶峰同学 我怕你明路 还是牵着我手好一点 叶峰同学 学校知道你要来 所以为你准备了一间单人宿舍 梁老师 好端端的 怎么把我弄到女生宿舍楼了 叶峰同学 你是不是失忆了 咱们学校是女子大学 到哪里去找男生宿舍楼啊 要是真有疑宿舍楼的男生 我们学校的女生不高兴坏了 上次我们学校出现的男生 好像还是在五年前 可惜才上了半个月 就莫名其妙失踪了 不过 叶峰同学 你放心好了 我们会保护好你的 这不坏了吗 整个大学六七千人 我岂不是要被炸干了呀 老板那的暴力 跟澳洲龙虾给我打包 我要带走 小姑娘 这个有个刚硬气的龙虾 给你便宜点 老娘不差钱 我要让我男人吃好的 什么这些你要给男人打包的 小姑娘 你有男人了 你真幸福啊 放心 我亲自下厨给你做 保证让你满意 小妖 苏一欢还想跟我抢男人 还嫩着呢 对呀月姐 你真聪明 叶峰弟这么早就来报到了 肯定没吃早饭 拴住男人的心 就要拴住男人的胃 我就不信我抢不过苏一欢 叶峰弟 你肯定没吃早饭吧 这是学姐可以给你买的 你趁热吃 这是姐的泡泡号 姐给你加上 晚上要是没什么事 可以跟姐聊聊人生 任许姐 你送的伴的好香啊 等以后有机会 我回请你 客气傻老公 不是客气傻学弟 月姐弟 每年新生报到后 都会有新生会言 有些东西你都还不懂 姐姐最近编了一段双人舞 昨晚上的时候 手把手脚你 姐还有点事先走了 这女人带球撞人 给我硬空了几十秒 我还没拒绝他就跑了 我真服了这个老六了 这次动画不火的话 我是去打罗斯呢 还是送外卖呢 很纠结啊 那学弟 你送社门锁门 是给学姐留的吗 睡觉时 忘记门锁坏了 这女人怎么直接就闯进来了 这女人怎么还带着海鲜来的 还带着海草 拿这个考研干部啊 干部真的有点受不了啊 学姐 以后你真的不要来送饭了 这让外人看到了 成什么了 果然是我崔晓月看上的男人 就是这么有型 夜学弟 只有明天一天时间排练了 咱们还是好好排练排练舞蹈吧 学姐 我准备唱一首歌就行 再说 我对跳舞真的半点兴趣都没有 好啊 崔晓月 我说你不在宿舍呢 原来跑到这来了 孤男寡女的共处仪式 我看你这娘们是想违背校规了吧 我在哪管你屁事 再说 咱们学校有男生都是几年前的事了 哪里来的校规 倒是你跑到雪地宿舍想干什么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 你是想疏通下水道吧 你乱说什么 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终于把这两个活祖宗送走了 哇 好帅的男人啊 比照片上好看多了 极美们 快来看啊 男人啊 是男人啊 竟然在我们这一层宿舍楼啊 你要出几百万的彩礼 还要有车有房 没有钱的女生只能独守空洞 外卖小哥叶峰 因为被三百斤的小鲜女搞了一顿 就穿越到这个世界了 此刻的叶峰被几十个女生 堵到女生宿舍楼里面了 学弟能加个微信吗 学弟加姐姐我的微信 姐姐就在这一层 晚上十点以后 我手把手辅导你功课啊 不是姐姐们加微信就加啊 你们别想啊 别乱摸啊 这到底都是一群什么生物啊 就是关羽来了 也挡不住这样的虎狼之势啊 不行要想办法外出一下 真顶不住啊 第二天我在新生表演节目 唱了一首《惊你太美》 妈妈我看到男人了 看到男人了 好想给学弟生猴子啊 要不我们晚上去赌他吧 好啊好啊 现在除了一张饭卡 全身上下就十块钱 这要我怎么活 看来要想个办法 做个兼职才行 叶峰校长找你 要你去趟校长办公室 许校长你好 我叫叶峰 不知道您找我有什么事 小叶啊 你是我特招进来的 这两天还习惯吗 小叶有女朋友了吗 校长这是我的私事吧 不方便说吧 小叶啊 我们学校的费用是很高的 虽然特招你时给你减免了许多 但你依旧要自己解决一部分 校长 我正准备去兼职呢 其实也并不是只有兼职这一个办法 多陪陪阿姨 阿姨可以给你解决学习的费用 校长您在忙 我是梁志英 接受会员 需要您去讲话了 校长您还有工作要忙我先走了 小坏蛋 你躲得过初一 你躲得过十五吗 这款兼职男友当女生的临时男友 竟然给那么多钱啊 把我资料填上去 看看有没有人租借的 丁你有订单 七点整天香九楼三零二 任务是装男友 客户是木齐雪 不是这刚填完就有订单了 我魅力这么大吗 你好 我叫叶峰 是个学生 目前再读大一 我不是个墨迹的女人 说吧 许你需要多少钱 美女 我只是做临时男友 赚些生活费而已 卖一不卖身的 那做我三个月账户 条件随便你开 那好 你不可以反悔啊 我只做你三个月的账户 你必须承担我的一切开销 包括大学的所有费用 放心吧 我会遵守约定的 而且每个月给你五万块零用钱 好 那你可不要反悔 小婷 给我把合同打印过来 好了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木齐雪的男人了 来叶峰 先叫个老婆听听 那个老婆 老公我今天心情好 陪我喝点 小宝贝 你注定是我的男人 永远都会是我的 不是你昨天对我做了什么 当然是老婆要对老公该做的事啊 你表现得不错 很润 协议里好像没说这项条款吧 没想到被这个女人阴了 叶先生 这里是小姐平时休息的地方 您要是回学校 我可以开车送您 叶学弟 你昨晚怎么都不在宿舍 去哪了 学弟 你怎么总躲着姐姐 是姐姐不够漂亮吗 还是姐姐不够大 崔雪姐 有什么事 咱们能好好说吗 你别理我这么近 哼 崔雪姐 快放开 别被人看到了 快放开我 被人发现 我就完了 放开你也可以 今晚陪我去看场动漫 行行行 都以你 你快放开 说好了晚上七点 不见不散了 下班后还要伺候老公洗脚 你只因闻了一下女朋友的洗脚水 被熏暴了 就穿越到这个世界来了 此刻你正在电影院 被一个女人搂着亲了 夜风早知道你嘴这么甜 迎接新生那天我就该尝尝了 家人们谁懂啊 跟痴女看动漫一言不合就亲 我真是无语死了 真是吓头女 这三只小猪的故事太好看了 编剧能想到这么精彩的剧情 真是太厉害了 估计可以拿明年的奥斯卡吧 什么玩意 这么烂的剧情能得奥斯卡 崔雪姐 你知道这动漫票房吗 上个月前 好像票房超过了20亿了吧 这动画都有20亿了 那我前世做的 夜风三年之期 龙王霸气归来 不封神了 雪姐你要干什么 你不许动 你这衣服怎么回事 质量那么好真难死啊 你别乱搞啊 你信不信我去告你耍流氓 小风你就跟我回去吧 我跟你说我家的毛汇后空翻哦 那个我还有点事 改日吧改日吧 谁这么早就来敲门 不知道大周末的 别人要睡懒觉吧 你们怎么随便就闯进少男的家 小心我马上报警 老公 怎么你以为躲到家里 我就找不到你是不是 带走 拿了我的钱 就想拍拍屁股走人了是吗 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瞧瞧 岂不是太便宜了你 我们就是假扮关系 你没权利控制我的自由 告诉你 别再想着耍花招 否则我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 你不许离开别墅 木齐雪 你故意将我灌罪 强行要了我 你怎么有脸来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你知不知道法律规定 不能违背男人意愿 我要是去报警 你会吃不了兜着走的 看来你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错误 今天晚上 你给我好好等着 我先去工作 你给我乖乖在家等我回来 这娘们太生猛了 稍有不如她的意 就一个电炮上来 她就是我老公了 从今天起 除了上学外 不许她离开别墅半步 知道了大小姐 老公 你要是想尝尝我这位管家的厉害 可以把我说的话 当成耳旁风 学姐 你终于回来了 怎么 你很想我吗 学姐 咱能商量的是吗 我虽然签了协议 也同意做你三个月丈夫 可我总不能失去 人身自由对吧 以后能不能给我些私人时间 可以 那就看你今晚的表现了 走进屋 为了自由 为了部落 拼了 请听学姐 喊不了气了 快停下 快停下 我今天的表现还可以吗 可以有自己的时间了吧 可以 你的私人时间就是在别墅 啊 木齐雪 你别欺人太甚 我只是跟你签了协议 又没领证 我告诉你 你这属于非法拘禁 你这是违背梁家富男的意愿 我要告你 你倒是提醒了我 你明天跟我去领证 快点吃 吃完早餐 一会跟我去领证 学姐姐 我们可是有协议在的 你不能这样对我 这事可由不得你 木齐雪你有病吗 我告诉你 咱们完了 协议作废 五万块我还给你 我不伺候了 这娘们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太霸道了 当初怎么就瞎了眼 接下了木齐雪这段生意 现在好了 把自己都给搭下来了 我们俩拍照干嘛 木总裁 您的结婚证 已经办理完毕了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现在你永远都是我的了 这辈子都逃不出去了 你你你 现在还没有资本对抗这个女人 等明天一上学 我就去跟学校申请 高科技动漫听 去做动画 争取积累资本 摆脱这个娘们 老公睡着的样子 还挺可爱的 木齐雪你要干什么 你怎么又来 你快放开我 我要睡觉 少废话 别我在下面老师待着 别我快点使劲 可恶啊 又被这个女人得逞了 下班后还要伺候老公 细脚 当整个学校八千多个女生就一个男生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此刻的叶峰正在求学校最有势力的女生办一件事 小叶啊 这钱你就收回去吧 学校每年都会得到很多的捐助跟拨款 你完全没必要做这些 整个大学高科技动漫厅有三个 给谁不给谁 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 这件事就看你怎么做了 对了我办公室后面有休息的地方 你可以去休息一下 该来的终究是逃不掉啊 为了动漫 为了前途 拼了 校长 这隧道怎么这么深啊 我好害怕 没事的 叶同学我会好好保护你的 别怕 校长 你满意了吧 那个我申请动漫厅的事 您什么时候给我推薦 小叶啊 你看 又急 又急了不是 校长 是我太想进步了 小叶啊 我知道你很急 但是你先别急 动漫厅申请的人多 给我点时间 徐校长 您这就过分了吧 我已经给了您想要的 您现在还卡着我 难道您言而无信吗 小叶啊 最近阿姨烦心事太多了 下个周末你陪阿姨出去散散心 等回来的时候阿姨就帮你解决 城市套路深了 我想回农村 校长 既然您这样 那我只好退学了 叶峰你在干什么 怎么在发呆啊 是梁老师啊 有什么事吗 叶峰 你刚才是不是去校长办公室了 梁老师 是的 我去了 我是准备申请高科技动漫厅 叶峰 你不是表演戏吗 怎么突然申请动漫厅了 难道你还会做动漫 梁老师 我其实对动漫专业很熟悉 我以前就给艾坤动漫做过视频呢 岳同学你好厉害啊 那个你下午有空吗 我想约你去看动漫电影 说好了 下午两点半不见不散哦 难道这个世界的女人 都会带球状人吗 怎么又是这个片子啊 梁老师 你怎么老是看着我 我脸上是有东西吗 没有没有 梁老师 你不会没谈过恋爱吧 叶峰 其实我已经离过婚了 之前我一个月才赚一万多块钱 房子也才一套三十一厅 男人想住别墅我也满足不了 我只会赚钱 请一做饭 我也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 我是很喜欢他 可是我知道爱情不能当饭吃 所以我默默地离开了 叶峰我是不是很没用啊 没有没有 梁老师你很优秀了 以后会有男人喜欢你的 真的吗 真的吗 叶峰你觉得我怎么样 我现在一个月工资两万块钱 叶峰 你要是想住别墅的话 我可以把房子卖了 给你贷款买别墅 我可以晚上多找几份工作 赚钱养家给你花的 你天天在家打游戏就行了 你要是实在无聊的话 可以跟我妹妹一起 在我们别墅里打扑克 梁老师 我其实一直都把你当成姐姐 你说的这些太快了 我一时间接受不了 我们关系可以慢慢发展的 你以后还是会有机会的 真的吗 真的吗 叶峰你让我等多久都行 我等你 梁老师 我现在有件事 你可以帮我一下吗 叶峰你说吧 这要是你的事 我上刀山下火海 也会帮你做的 没那么夸张 梁老师 你可以帮我申请动漫厅吗 叶峰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的 你等着 明天我就去找关系 联合众导师 给校长施压 把动漫厅的机会 给你争取过来 真的吗 梁姐姐你太好了 叶峰 来 给你喝水 对付这种中年动情的女人 比那些小姑娘好对不多了 崔小月那娘们 昨天差点在电影院 把我给办了 梁老师 只要你帮我申请到动漫厅 我一定会回报你的 小坏蛋 你今晚就是我的回报了 水里的蓝色小药 玩过一段时间就发作了 只要我拖住你一会 今天晚上 我就要当你的新娘 怎么是木齐雪 这娘们发的短信 坏了坏了 要快点回去 梁姐姐 我还有点事就先走了 叶峰 你先别走 先别走 怎么会是 怎么感觉浑身燥热 你怎么回来那么晚 我需要你给我一个解释 喂喂 叶峰 你怎么这么看着我 你干什么这是 只好在客厅呢 你要干什么 羡慕的 现在还需要解释吗 以后你给我规矩点 老公我错了 我以后会听话的 再也不敢说你了 你想什么时候回来 就什么时候回来 你以后懂点事就行 老爷们的事 以后你稍管 嗯 木齐雪 折腾这么长时间 你一定饿了吧 走进屋 我下面给你吃 好好 老公别拉了吧 你太强了 都一晚上了 天都亮了 今天就先放过你 等晚上我继续 之前感觉身体虚 一次也就两个半小时就不行了 怎么喝了两瓦汤的的水 体力这么充沛啊 一晚上都 富富 print 追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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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岳峰两个半小时后学校後面的柳婷建 岳峰 你身上好香啊 崔岳姐 怎么大白天的 让我来这里干什么啊 过云碰我 还得去上课呢 楓 富富这个 那个 有件事我不知道怎么跟你开口 那就不要开口了 我走了 我 你别走 我 我想跟你出对象 怪了 看来这娘们是冲我的身子来的 我可不能让她这么容易得到我 我可是高贵的男性 还是先给她画画大鱼吧 崔雪姐你喜欢我 我是很高兴的 可是我们才刚认识几天 出对象真是太快了 我们应该再好好接触一下 可是叶峰我感觉我们很熟悉 我感觉你跟我妹妹我们三个上辈子就是情侣一样 叶峰 我一看到你就浑身燥热怎么办 要不我们一起去小树林里乘乘凉吧 这娘们一看就是想对我不谋不轨 我可是高贵的男人 我可不是她想得到就能得到的男人 别了吧 崔雪姐 我还有课呢 叶峰 你就是不喜欢姐姐我对不对 没有 没有 我只是不想这么早就谈恋爱而已 崔雪姐 现在我想把重心都放在学业上 谈恋爱这事的话 我想大学毕业以后再说 叶峰 我可以给你买跑车 我家里别墅也可以过户到你屋下 虽然我现在还不会做饭 但是我可以为了你去学习做饭 是不是我还不够大 你要是喜欢三十六滴的话 我可以为了你去整 你就答应当我男人吧 其实我不喜欢太大的 太大的花一直手握不下 那行 我明天就去做切割手术 那倒不至于你喜欢我的花 我很感动 但是我觉得男人应该要有一番事业 可是叶峰男人就应该在家里 吃饭睡觉打游戏啊 负责冒昧如花就行了 上班挣钱都是女人该考虑的 叶峰你就让我当你的女人吧 求你了 我现在心跳不止 要不你默默看 崔雪姐 请你自重 老公 我有点事想求你一下 我有个聚会 我想求你跟我一起去参加一下可以吗 我都跟他们说好了 我会带着男人出席的 可以是可以 但是只此这一次下不为例 老公你太好了 爱你 谁让你私自切我的 老公 我错了 你们不知道吧 我昨天跟我男人逛街 我给他买了最新款的劳力王绿水鬼手表 可是十几万呢 男人就应该用最好的 用最贵的 你那算什么 我可是给我男人买了他二十多万的电脑搭配的显卡可是4090台 好女人就应该给男人配一台好电脑 那样他游戏体验才更好 我还给我男人买了最新款的法拉第跑车呢 那我还给我男人在汤城二品买了一套500平的别墅呢 哇 你们快看那是谁啊 那男人长得真帅啊 之前没注意过 没见过啊 难道是谁的男伴 天哪 谁能查查那帅哥是谁的人 要是没人认领 老娘可就不客气了 哎呦 你就是雪儿姐提起的叶峰吗 我叫唐山 你好像长得也不怎么样吗 我看你是贪图齐雪姐姐的钱财主动贴上了吧 啊 对对对 我告诉你 我于齐雪从小就是青梅竹马 而你 不过是我的替身而已 唐山青梅竹马 你也配 就你还敢说我老公 你给我滚 各位 今天举办酒会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我要当众宣布我已经结婚的消息 这位就是我家的丈夫叶峰 我们的婚礼将在十天后举行 希望到时候大家能够赏光 到时我会拿出我牧师集团80%的资产 作为我的嫁妆送给叶峰 哇 牧总真豪气啊 牧师集团可是几百亿集团的上市公司啊 虽然说是送给男人 但是80%这也太多了吧 可是这个叫叶峰的男人长得真帅啊 也配得起这些啊 但是我觉得叶峰 没有屏幕前观众长得帅啊 要是牧总才嫁给屏幕前观众的话 几百亿的资产都送出去都是应该的 我觉得你说的对 老公 有件事我可以给你商量一下吗 什么事 就是你实在是太强了 你能不能再给我们多找几个姐妹啊 是啊 叶峰 你再给我们多找几个姐妹吧 我们几个人真有点吃不消了 这件事过几天再说 夫人们咱们该休息了 就这样 叶峰跟美女们过上了没羞没脏的声 大家好 首先感谢看到这里的粉丝铁体 其次就是给追更看到第三集的粉丝说声对不起 第三集主角太弱了 被女总裁各种拿捏 本身这故事框架是被霸道女总裁各种制裁的虐文 后面一直围绕男主被女主虐的文章 做了无趣也憋屈 也印象大家的观影体验 女多男少的故事就暂时先到这里了 八月份的时候我会做一部都市爽文 男主沙发不断 我会尽量把剧情做好一点的 要是觉得本博主视频做的还可以的话 能给博主点个关注吗 谢谢了 大家八月份再见